航天课堂有讲问答 座谈沙龙互赠礼物 这是11月29号国家载人航天工程代表团 走进香港中小学校交流的精彩场景 应香港特区政府邀请 国家载人航天工程代表团近日抵港 进行为期四天的访问 当天上午 神州14号成组指令长陈东 来到香港培桥中学与师生交流 互动环节中 曾与陈东有太空书信往来的 陈桥中学学生陈曼林见到了自己的太空笔友 您在信中提到的说生活就像天空一样 正是因为有着阳光 雨水 风雪和雷暴 才让它变得丰富多彩 这句话也一直鼓励着我 不完面对是学习还是生活上各种各样的状况 都能够以一种很平和的心态去面对它 谢谢 当时我收到信件 我一读 哇 这个文采太好了 今天终于我们俩这么近距离地坐在一块 400公里 一下子拉到这么近 我觉得是航天 是在航天把我们聚在一起 当天 航天员陈东分享了在太空中的生活场景 并将自己的签名照送给参与互动的学生 并鼓励学生积极参与中国航天事业 我去年我的信件获得了航天员陈东叔叔的回信 而今天我能在现场近距离地与他交流 我也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缘分 没有想到今天能够收到航天员陈东叔叔送给我的签名照 我觉得我会把它放在我的书柜里面去把它珍藏起来 感想我都写下上去了 也十分感谢国家可以为我们香港的学生提供这么多优秀的资源 让我们可以学习到更多的航天知识 作为天宫课堂的主讲人 当天上午 神舟13号乘组航天员王亚平走进香港近辉大学 附属学校王景辉小学与学生互动 在提问环节 台下的小学生纷纷举手踊跃抢答 课堂气氛热烈 为了表达对航天员的欢迎 香港小学生邓于成还专门创作了一幅绘画送给王亚平 我画了一些人在这间学校 和一个太空人去了太空 他们发现了太空有些疾病 就在相隔不远的香港金会大学附属学校王景辉中学 这样的互动也在进行 当神舟15号乘组航天员张璐提问 为何要爱国时 香港中学生做出了精彩回答 为什么要爱国 这个时候我还希望有一些互动 我认为祖国在美食美食都帮助了我们香港的很多地方 我觉得爱国的原因是因为祖国的根 在根本来说是我们的根 我们作为一个大树的树叶 一定要记住我们的根在哪里 当天上午 神舟12号城组航天员刘伯明 也来到位于洪看湾的码头冲官吏小学 介绍有关太空及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情况 解答同学们的疑问 我想知道航天员在太空吃的食物 跟在地球吃的有什么分别呢 天上的就是说 我们每次热物能保障你的能量 然后吃的合口 然后现在菜的总细也比较多 也有好几百种 不像我们当年升级热物的时候 上去一顿加热物都没有 当然吃的饼干吃了越远 三段时间可以熬过来 但是现在我们要长期的飞行 半年可能一年 那么也是调配可能要跟得上 当然了想在太空想 最想吃的可能是最家里的特色的菜 尤其最家里的菜可能更香一些吧 当天参与活动的学生对记者表示 航天员的到访 激发了自己对探索宇宙的兴趣 希望未来能够亲身参与到航天事业中去 宇宙是浩瀚的也是未知的 那我这个人呢也是比较喜欢探救啊 也是比较喜欢去探索 这张照片是他送给我的 因为我们也问了他很多的问题 他也很强劲地解答了我们 打算更加努力地锻炼自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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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